大众请合展 请随我功称本师圣号 归禁记及心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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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渡大道佛重来 自渡大海佛重敬 自渡善意佛无爱 其手自渡无等佛 有无恶见灭无余 诸法实向佛所说 禅住不坏尽烦恼 其手佛所尊重法 圣众大海行福田 学无学人以专严 后有爱总永已尽 我所寂灭根亦除 以舍世间诸事业 种种功德所住处 一切众中最为善 其手增进大德身 一心恭敬三宝以 吉诸旧事弥勒等 社论第一圣无拙 千步论主贤士清 我今奴隶欲学行 大智彼岸十相义 愿今大德圣智能 一心善顺护我行 弥勒菩萨我齐请 玄传大师请加持 欲解圣智余且行 一切贤盛经归敬 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圣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恶 社立子 社不亦空空不亦舍 社即是空空即是社 受想行事亦附如是 社立子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不够不敬 不增不解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事 无眼耳鼻舌生意 无色身香味触法 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无无明亦无无明境 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境 无苦疾灭道 无智亦无德 亦无所得故菩提萨陀 亦波罗蜜多故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就近涅槃 三世诸佛 依波罗蜜多故 得阿辽多罗三秒三菩提 故知 波罗蜜多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善咒 是无等等咒 能处一切苦 真实不虚 故说 波罗蜜多咒 其所咒约 咖啡咖啡 巴拉咖啡 巴拉咖啡咖啡 波罗蜜多咒啡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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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啡 那接下来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因为我们之后的课程安排 会有一些调整 也就是说我们会增加跟各位学长 在不管是在现场或在远距 增加大家的互动跟讨论 所以这样子就不是很适合网路公开 基金会的角度 所以我们下周起老师决定 停止基金会的这个直播 还有录音录影 那我们只有留下用那个zoom来去做讨论 那么我们也会继续把那个 我们讨论的记录留在我们五到十地的 这一个YouTube的这个用户里面 那当然我们用户里面有很多课程 目前我们这堂课是叫余茄子官产修 那有兴趣的学长可以直接到YouTube去观看学习 在因为我们现在一直谈 就是说我们怎么进入提问 那个互动 那之前在之前就是我们当然要跟 我们第三本残修手册 那当然包括123 第三本一定是包括123的 不是只有第三本残修手册 那我们怎么跟书互动 跟书跟我们这个教科书互动 有几个层次 那我刚好因为前一阵子老师 有建议我们去参加这种互动讨论的事 在这一个培训 我们刚好参加一个方老师的培训 那其中他有一个文章 那我觉得非常好 那我就分享给大家就是 我们怎么跟读者对话 读者的这个材料来对话 材料包括很多 那当然目前是第三本残修手册 包括这个以色大成论为主的内容 还有老师的讲解 那我们怎么样阅读跟解读 那他在这里阅读跟解读呢 也是分成四个层次 那就是说我们怎么样 你可以看到我们如何解读 先解读解构 然后思考 然后理解 有自己的理解 那以增进由阅读到记忆的成效 那当然我们说入 那文师修入三摩地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 就不能思念 对不对 那思念就不用谈了 所以我们怎么样 由读解 就文师修入三摩地之后不思念 一直保持正念呢 他在这里说 也许经由下述的四层次 不断跟材料跟作者 跟自己跟真理对话 就是我们不断的 至少我们现在跟第三本残修手册 123残修手册 怎么来对话 那这样子可以助于 将客观的材料跟知识 客观的材料知识就是书本 深化为读者 自身内在的知见跟智慧 就是我们如果读的话 最好我们读了以后 我们最好能够有圣解 老师说圣解很重要 不但圣解 他会变成我们的随观志 那就更厉害了 好 但是我们必须 从基本开始 那我觉得 从老师曾经我还记得讲 他说我们不是有七座义吗 但是了象作义你可能花到你七八十 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 七十几的时间 所以 尤其我们念这个书 是文言文 这一千多年的文言文 而且是印度式翻译直译的文言文 它包括印度式文法 印式文法跟西洋的 跟那个英文的文法 我觉得我现在念了 我觉得有点类似 我有点类似 所以 第一个层次就是说知道 你就阅读过程 要问 材料在做什么 就是说我们以前 目前来讲 这三本才有手册 尤其第三本蛮难的 它到底在说什么 好 每当 阅读了适当的段落之后 要停下来思考这个问题 要找到自己满意的答案 到底我们现在用什么方法 我们就是现在用老师的白板 白板就事实上就是科判 我们藉由科判的这个理路 然后依序的在后面老师都有解释 把这个脉络给串起来 我们是不是有没有办法把它串起来 我还记得 接下来老师这边有个例子 就是说我每次都会 这个上完课以后 老师讲完课 我们都会复听 对不对 但是你可能听第二次 第一次复听以后 第二次听的时候 第一次我怎么没有听到这里 而且是很重要的 我怎么没听到这里 所以说 我们怎么样能够 要了解材料在做什么 可能我们 我们自己也要花很大的功夫 我是说讨论只是 我们现在讨论只是结果 可能是说 当各位的真上员 可能最重要的 还是大家要有阅读的习惯 那阅读的习惯 就按照 这个科剧的方法 就是 我们知道大科 知道它的结构 然后再来读老师讲的内容 把脉络串起来 逻辑结构把它串起来 这个是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 作者在这边讲 这属于客观的了解 就是说至少我们要了解 真正里面 作者 他在说什么 在说什么 至少就是要读懂表层直接的意思 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程式就是理解 了解表面层次 表面意思的时候 就是至少你那个 你了解他理路啊 没有漏啊 但是 他的秘义 他的繁显是什么 我们佛法就是说 他的秘义 他的繁显是什么 就是说材料 或是作者要说什么 就是说 我们可能会要想一下 老师为什么 科判为什么要这样的判 或者是说 一切式地论科判 为什么要用进行国 为什么要这样子 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安排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他深层的意思 更深层的意思 帮助我们进入深层的解读的境界 他的意思说是 由表层的解读到真正读懂的层次 这就是诗了 就是理解嘛 就不断的采摩思考体会材料 整体脉络的发展 整体脉络的发展 与作者 没有直接写出的意思 就是寓意 我们通常就是说 以前我们做业务 最重要的不是看客户在说什么 就是说你能不能从他讲的里面解读 他没有在说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所以我们叫做unspoken truth 事实上他 他没有说的真正的意涵是什么 unspoken truth意思就是说 你借由他的表象表达之后 你去了解他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这是蛮高端的 我觉得这就是蛮高端的 以前我在工作经验也是 里面 就是绝对不会只有听客户在讲什么 所以这个理解就很重要 这是需要用新阅读做的是这样子来讲的 我想说我们如果第三本采用的时候 我们能做到这两点 就已经很厉害了 对不对 他还有第三层第四层 更高端 就是当然收获 接下来就是说 我觉得还是重点还是有第一第二第三个就比较好办 你要有收获 以前面两个层次做基础接着问自己 我得到了什么 我发现了什么 我有什么质疑 就是 我得到什么 为什么我会 为什么会是这样 为什么不是这样 就好像我们英文讲的 why and why not 这是一个辨证的过程 所以我们就会因此会有收获 这个层次是将前面的了解跟自己连结 最主要是经过沉淀还有印证 Why why not 你就可以prove就跟证明题一样 让自己有 有所解中有所得 就是你就证得 你就了解 更了解有些收获 我就了解说 原来 缘起 讲那么多 原生缘起四地 事实上 就是因缘有 因缘有自信空 自信空是什么空 就是没有不便宜的自信 这是空 我就觉得主要全部都在讲这个事情 就是要讲 从观察五欲里面去显那个空性 这是我们直观里面 最常要了解的 其实我在 这个都是老师里面的话 书本里面的话 其实我那时候就是读过去就好了 后来发觉 我心里有 我心里有呈现那个影像 一家今天 我上台的时候 一家今天叫 你要笑 我说对 我发觉我没有笑 他说 他刚才跟我讲说 你要说慢一点 非常感谢 那我就开始说慢一点 就是我们在这边 就是当我们有所收获的时候 我刚才就是跟各位讲过 这本来就是因缘有 就是一段话 你不但有深刻的体会 你还有所得 你就会有 心里就是很自动就会有那种影像 那个影像 那个影像不只是文字而已 你还有体会 而且一直都可以被验证的体会 这个就很棒 第四个就发展 就学义自用 一般来讲我想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就不再叙述 那我想 如果说我们 在前面三个能够做到很好 那第四个当然就是水到启程 我们当然是可以运用在各种境界 而且还可以扩大 举一反三 所以他是说 这个四个层次的阅读过程 可以有序的经由 我们先消化 这消化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重要 就是每个人消化能力不太一样 我们必须要确认这一点 那比如说 我在跟那个 跟一家学长 还有企业学长 那个用餐的时候 他们辣家都猛家 对我来讲是猛家 对他们来讲是很适当的家 因为我一吃辣 我的胃就完蛋了 就消化不了 所以每个人要去 你要去调整 你自己的消化的能力 每个人都不一样 什么样才能够恰到好处 我觉得还是要有 按照老师所讲的 全然的觉知 一定要有很强的觉知力 你才能够清晰的辨识 才能够清晰的辨识 那当然 全然的觉知清晰辨识 我们慢慢成就这件事情 所以由消化 然后转化 转化 转化 他为什么会这样 他的秘密是什么 还有内化 就是我们真的有所得 然后到活化 举一反三 让阅读成为生命 对话的自然过程 而不只是用听的 我真的觉得 我以前也是听很多课 听 听完了之后我还有复听 如果听很多课的话 你当然也只有时间 听完再复听一次 那没有好好的去阅读 所以我是建议 各位学长 如果说有时间 你就一门深入 你对你有兴趣的 哪一本书 要好好的阅读 好好的消化 哪个是属于你消化的 这个食材 适合你的 你选了以后 你就是适量的 好好去消化它 这个先跟各位报告 那这个我觉得不错 这是这个四层次的 对话式的层次阅读法 只是这篇文章的一部分 那我会把这个文章 因为是网路的 所以没有差 所以我会分享给大家 那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要进行课程 进行这个课程 而且我们在 我们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 维持官能入是这边 已经进行一段时间 我们现在进行到试题 还有进行到能入的人的部分 尤其上次 企业学长是 对人的部分有一些提问上面的互动 跟大家互动 然后还有跟试题这里做连接 我们也有一些收获 老师也给我们指导 那接下来我就是请齐悦校长 针对上周的这一个提问的过程 有没有一些回馈 好 老师 各位学长 大家早安 针对上一次的一个整个过程流程下来 我个人就是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省思 基本上因为我自己的准备其实也非常的不够 然后统整的部分也是做得不完善 所以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整个过程当中呢 我自己事后反省呢 我觉得 其实要改进的地方呢 是几乎是99%这样子 然后 我的意思就是说 好 当然在这之前呢 我还是会深深的对于 自己能够有这样子的机会 来看到自己的这样子一个呈现 我其实觉得是很感恩的 原因是在于 因为我就是 基本上 我其实是一个很胆小的人 尤其是要上台说话这件事情 我其实是一直在克服的 虽然已经当老师这么久了 可是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是不断的在练习克服自己的一个很怯懦的心 然后 当然 我觉得最主要是小研校长 他其实一直都很给启悦鼓励 然后呢 他也希望我可以试着就是练习这样子 那 纯粹是站在这个练习的一个角度 就是我也是鼓起勇气来做这样一个练习 当然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大家也能够体会到 就是准备得非常的不够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 也让自己看到说 就是真的要更努力 然后要更加的用功 这当然是最重要的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 所谓的四层次 因为那一天之后 好像隔天还是什么时候 我已经忘了 就是有大概请教一下一家学长 然后他跟我讲的一个重点就是 其实你不应该把题目秀出来 然后 对 然后我那时候当时会秀题目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大家在学习练习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第一个没把握 第二个我也怕我会离题 所以我就会把题目秀出来 可是这样子反倒是造成大家的一个困扰 没有一个从自己心里去思考之后 发挥自己所学的 然后再加上我也把这个所谓的答案秀出来 这其实在四层次里面 是完全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所以基本上我的方向就是一个 一整个就是一个大错误 那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理解之后呢 我觉得说那这样子我也很清楚知道 知道了虽然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可是呢我们仍然是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 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所谓的 经过自己思虑之后 而后回答的一个 应该讲说自己所思所言所行所 而回答出来的这一个答案 才是会比较贴切 然后老师上一堂课也是有讲说 我把答案秀出来 那就是我等同于锁定这些范围了 那就会失真 失去这一堂课所要引发出来的 大家如理思维 然后所要表达的这一个部分 所以关于这个部分 我非常的很诚恳的跟大家说 真的很抱歉 然后我也还在学习当中 不过我也很感恩就是 经过这三次的学习 也让我一次 就是虽然就是真的是 都没有很能够抓到重点 可是我还是要说 如果我没有透过像这样子的一个学习 其实很多的东西 我都只是在脑海里面 不断的一直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可是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来呈现出来跟大家互动 或者是我怎么样去学习 就是老师所教导的这些过程 我怎么去呈现出来 更何况是要分享 我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磨练过程 那我就想到说 以前我在当老师的时候 也是一次一次一次 写教案上台 写教案上台录影 然后检讨 然后再来就是 你不断的去观摩教学 不断的观摩教学 才有办法说 可能你在试教的时候 是一次比较好的一个试教 那你试教第一次不成功 试教第二次不成功 你就是不断的上台试教 然后透过像这样子一个练习 然后才能够说 比较所谓的有一个担当一面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 我们的小云校长 我们的艺家 艺家校长 能够比较担当一面 那这一条路我觉得是 真的就是不断的在学习 对于我一个新手来讲 我觉得学长们都非常非常的包容我 我觉得这一点我是非常的感恩 那这个就是我针对 这几次以来的一个感想 那也谢谢大家 好 谢谢齐悦校长 那艺家校长要不要也说几句话 老师有说老师说你也要回馈一下 就是大家都还在学习过程嘛 那齐悦的过程的认真我是有看到的 因为只要他每次赋予成任务 他就来找我 总共有两天都 那如果说要齐悦找你 我就多请求齐悦多做一点事情 因为他已经有两次来找我 然后都陪了他一个下午到晚上 这样子 那这过程当中其实 我有看到他真的认真的在理解这些法医 而且他所整理出来的东西 其实是出乎我意料的 然后不论他的问答过程是完善或不完善 至少在这个过程 他是有认真的去整理这些法医 所以当整个呈现是这样子 包括我们回馈说 问答其实不该给答案不该给题目的时候 我其实是有挂虑到他 这样会不会有点挫折 我就问他说 那就你自己你觉得你有沒有收获 他说经过整理 他自己对法医有更深入的理解 他其实是收获是很大的 那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了 不论呈现出来的结果是如何 你经过自己整理的 你自己就会更理解 包括他说后来他在听小仪校长的讲解的时候 他就比之前他没整理的时候更能理解 那这个真的就是 只要你有努力过 那个功不堂娟 你 我陈宇用得对 只要你有努力过 都 就会有收获的 所以 还是很鼓励他继续下去 继续努力下去 对啊 而且这样子做性价比很高 一般来讲 功不堂娟 就是我们性价比 一直说你投资报酬率会很高 所以多多练习 那大家都大家都乐观其成 对啊 虽然整理的过程会比较辛苦 但是我相信我们很多学长也都是这样过来的 可以再讲一下吗 可以啊 这堂课就交给你 开画面 我这个坏掉了 不是我不开 这个坏掉了 对 不好意思我的电脑坏掉了 然后 我就想到老师曾经讲过一句话 就是 在我们的一个修学过程当中呢 其实 就是 譬如 我们很清楚的会用这 这几句话 这几句话就是 如理作义 然后 不是 清静善事 然后如理作义 然后 第三个什么 我突然 听文正法 然后法随法行 那 我觉得 我很 对 蛤 清静善事 如理作义 听文正法 哦 好 你要按照那个 那个实际上会发生的正序 OK 好 不是背出来的 好 OK 好 我再说一次 清静善事 听文正法 如理思维 法随法行 那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共学团体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在这四个字 然后在这四句话 然后我觉得也因为有清静善事 然后在其实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感觉到说的确是有相应的地方 我讲到这句话我就会觉得我想要哭 对 然后 就是会有相应的地方 因为透过这样的相应 然后呢 我就 我就觉得说 就是有 然后再加上老师的这样子一个讲解 然后学长们的体系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这样子一个过程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说 就是因为 因为我之前有讲过 其实我 我 可能我的个性的上面我就是一个非常求完美的人 然后 所以 我在教学上 就对我自己的要求也会很严格 然后当然就是 现在的这个阶段对我来讲是初学者 那 每一次 每一次要上台 我都觉得说对我来讲是压力很大的原因是 当然我是会有期待值的 然后 再来 那如果 但是我觉得佛法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 让我理解到说 你尽力了 然后 你就是尽了 尽了你的 你尽力之后 那 不 老师不是常常讲吗 就是 不会的 你就再 你就再继续学 那你错了就敢 我觉得这就是已经 让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宽心 宽心之处 因为我如果没有透过像这样子一个 一个 譬如说老师的话语 然后 让他成为我的座右铭的话 我觉得 在这一条学佛路上 甚至于说 我怎么可以这样子上台讲话 这件事情我觉得 对我来讲是完全就是做梦都没有办法想象得到 因为更何况你要面对大众来讲解你所理解的这一件事情 然后我又是非常怯懦的人 然后 然后我又受限于说 我有讲说 我觉得我对 我有那种魔法的那个魔窟存在 就是我害怕讲错 然后我害怕传递错误的讯息 可是 我又想到说 我如果 不分享 不 不试着 不试着 把我内在里面一些的思维整理 然后统整出来分享之 分享 然后让大家能够给予我一些帮助的话 其实我才是会真正的一直往错的方向走 那也是因为基于这样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前提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捏盘路 一向捏盘这样子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一个信念 然后让我说 就是 有时候 说真的 老师有时候讲话是蛮执心的 然后 老师这个执心 有时候对于怯懦的我来说呢 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可是如果 如果老师不真切的如此告诉我的话 我其实也是会自以为是 然后自我感觉良好 这都是会有的 然后所以 所以我觉得 学长们 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然后呢 从下次开始 我们就不会有露营 那我也会更安心的 然后不怕讲错 然后 然后我们就继续练习 在这里我真的要非常感谢老师 然后我真的也很谢谢我们的小营校长 他真的一直给我 他私底下给我很大的鼓励 然后 我也谢谢 我也谢谢你啊 因为不是只有你怕 我也怕 然后 我也要谢谢我们的一家学长 他真的 我每次只要有问题 我就会求救求救 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有时间吗 你可以协助我吗 你可以帮助我吗 我就觉得 没有他们在身边 我真的不晓得 我怎么去进行这些东西 那以上就是我占用了非常大的一个时间 来说我的心得 谢谢大家 这个很珍贵 你要讲吗 你真的要讲 竟然说我们两个要喝破 刚刚听到齐悦校长说很害怕讲错 这句话我不只听过他讲 我也听过其他的学长讲过 因为害怕讲错 所以不愿意讲 我觉得这有几点迷思 因为当你不讲出来 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抱的是错误的之间 当你讲出来 你要庆幸有人可以帮你再重新去整理这些 让你有更深入的去理解 这是第一个迷思 第二个迷思是 你要学着信任别人有能力减则的 大家不是那么呆呆的全部都交代全收的 或者每个人都只是去收纳自己相应的那个部分 我觉得要学习去信任别人也有能力去学习的 不是说你讲的对或不对就定江山了 没有那么严重 好 老师 好 好 昨天中午 身体很不舒服 我就传一个讯息给我们这个校长群组 就让小云代替我上堂来带 因为昨天也等于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这也是小云她自己做了一个反省 所以整个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 刚才一开始 课程一开始就宣布了 从下周开始 我们礼拜四早上的课也就不做现场 基金会官网的直播 也不做官网的录影 所以以后在基金会的官网上是看不到我们这堂课 所以这堂课就正式的从半公开的这个课 变成全部我们共学团体 就是我们彼此都熟悉的共学团体 而不对外给陌生的学长来观听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其实就是最开始 我带着李立立老师在见习上台学习维持法相 这一路来她都还记得我当初规定她要讲师门课 就是师堂会学的课 而后因为都变成班级大众的学习 我就很难维持这个一对一师徒教学的这种要求 但是回头来看 我们这堂课叫做余切直观禅修 余切那个字就是跟涅槃相应 我想各位都很熟了 有一个跟余切行相同重要的事情就是余切诗 这部论一百卷 它的题目就叫做余切诗 十七地论 全名应该是这样 就是要作为一个余切诗的人 他必须要学习的十七种主题 那个地就是主题 有十七种课业 有十七种进度 有十七种成就到究竟位 他必须要经过的关卡 以上都是这个地的意思 泛文的字一向都有一字多意 其实我们中文也有 英文也有 那我姑且用 用余切实定这个地这个泛文的原意来谈 那为什么这部论 密度菩萨造 无卓菩萨重述 乃至于抉择重点 成就了这一百卷的论 再回头我要谈一个非常重要的 今天因为趁这个话题我要谈 就是论这个字 所以今天我要谈余切诗这个观念 跟论这个观念 那十七地我们谈很多了 十七地这个主题 有哪十七个 我们其实之前在用修所成地来相设 用真实异品来相设 以及这两年多来 其实已经涵盖很多他的子题 我就不多说了 可是各位 有好多位已经同我一块发愿 大概尽此生吧 乃至于生生世世都发愿要学习这部论 那这部论的重点 接下来我就谈这两个 余切诗跟论这两个话题 我还记得 听着庙老的这个 讲解 就是讲经说法的 影音 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突然在有一次他的开示 我也忘了是哪一堂课 他就花了很长时间 谈开宗明义这句话 他说余切诗就是禅诗 其实他长久以来一直批判 汉传佛教在灭佛运动以后 就是在慧昌法难 也就是在 唐朝圣唐时期 玄壇奎接法师后 唐武宗灭佛 那些灭佛灭得非常的彻底 才把整个原本由 官家皇帝 护持的佛教 赶到山上去 也就等于在 在都城 在都城 在皇家 哪一句官雅 管得到的范围 是没有公开的学佛团体 到这个地步 那佛教的僧侣被遣丹 被命令还属 经典被烧 被烧 所以我们没有专题去谈慧昌法难 这件事情 但是这件灭佛的运动 尤其前后三次 那慧昌法难 算是最严重的一次 那么为什么会有 我想今天我不专题 谈这个东西 就姑且不说 这件事情跟于潔斯蒂论的出土 有很大的关系 那详细的我也不多说 各位知道有这个缘起就好了 玄壮法师造成了整个 汉传佛教一次非常重要的思想革命 因为他的翻译 冲击了当时汉传佛教的主流 到现在还是 到现在还是 因此 因此对于唯一式的思想传承 就在玄壮这一个断代 这个断代之前呢被称为叫做 旧的唯一式思想 由玄壮奎基开始的 这个传承呢 就变成新的唯一式的思想 到现在 都还有两股势力 彼此在 较劲 在争论 到底谁的唯一式思想 才是弥勒菩萨的正宗 这就是我在10月21号 那堂课 其实这堂课在两年前 我其实已经前后要启动这堂课两三次 可是都是因缘不具足 所以就暂停 那么 我这次的公告也就在10月21号 我特别选在上个礼拜 9月19号 公告 然后呢 我礼拜六礼拜天 礼拜天 得到了这个我们法务组长 阮桂梁 阮老师 他的这个回复 基金会包括密包法师 就是现任的董事长 合可了以后 这课又再度了 要公开上课 我公开这个讯息之后呢 每家地区的学长都还 都还传一个讯息给我 所以你知道 台北时间的晚上7点钟 是每家地区的半夜 3点4点吧 他言下之意也就是说 他们没办法上课 多半的人在那个时候都还在 深邃的过程 那我当然知道他的意思 不过耳后音语还会有改变 我就不先预告 10月21号就有一个缘起 要 要让我开始这个课 因为过去在2022年 我已经进行了12堂课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 没有现官庄严论的缘起 所以呢我姑且 选用了正式严正老师的大布尔金讲义 我当时是这个 那当时准备要介绍到这一本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 还是很难贴近 因为我还是会 我还是会讲到很多 对于大布尔金的抉择 所以一定要用到达之论 可是达之论 并没有很明显的道士帝的抉择 因此一定要用到现官庄严论 而现官庄严论 又是藏传的传承 汉传并没有这部论的传承 这个之间 可是汉传却有 藏地并不具足的 与现实地论的传承 而这个传承又关系到 汉传反难为什么会发生的缘起 所以种种这些纠结复杂 那所幸 现在有了这个 妙庆长老的推广 又有了我的传承 治愈长老西人经营院的接棒者 慧云法师的推动 他又贵为 这个法谷文理学院的 两任的校长 所以在这样的推动底下 现在算是 于现实地论的盛事 其实我心中是高兴 其实现在我即便无常了 我眼睛闭着 我其实都是心安的 我觉得尽力 而且让这部非常重要的论 能够被 学习 现在几大教团 都有专门的学习团体 在学习于现实地论 而且就我所知已经有成就者 好 那话不多说 我要谈的是于现实这个观念 我记得在那一次的开设当中 一开始 没有多话喔 没有多话 妙庆长老就说于现实是禅师 禅师就是佛成就的因地 这也是当时他把在都会区所承办的法云寺佛学院 搬到了新墨西哥州 又把它从佛学院改名为禅学院 我还记得早早我就谈过这个缘起 请各位去法云出版社去找这个缘起 去找这个主题 为什么法云寺佛学院改名为禅学院 为什么法云寺佛学院 从都会区搬到山上的新墨西哥州 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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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都不到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妙庆长老看到当代佛教的问题 这个佛教的现状 让他痛心到必须做这个大的决定 而且 因为他看到佛学院的问题 所以他一定要改名叫禅学院 而且他又在那次开设当中讲了 为什么于谢师叫做禅师 因为他长久以来 对于汉传佛教在会章法难之后 整个汉传佛教变成只有两宗 哪两宗呢? 净土宗 跟所谓的祖师禅 其实并不是净土宗的错 也不是祖师禅的错 这两宗并没有错 而是这两宗的根本 来自于佛传承 佛亲口传承 而有的大秤八宗 乃至于有所谓的身文 跟俱舍成实中 像基金会的价日佛学院 就是依这个教叛开办 可是当时依这个教叛开办的时候 我就问了 我就问了 这个叛教 为什么分成大秤八宗 乃至于身文症变称只有俱舍跟成实 那为什么没有一宗专门学阿含经呢? 那布尔经不学 却变成只有宗论或者是三论宗 这样的学习是很奇怪的 尤其我又很重视这两部经 就是阿含经跟这个布尔经 这两部经没有专宗的传承 没有专宗的学院去学习 却变成只有后来的这个叛教的分宗分派 这完全都是舍本逐末的问题 这是我很重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早早就想 就想离开 辞掉我的这个 被邀请当作法相中的导师 其实我也不认为有法相中 我也不认为法相中等于为是 我经常别人都讲法相为是 我独独一定要说为是法相 为什么我会把为是 摆在法相前面 并不是我不重视法相中 法相并不是错的 法相是所缘阿 你怎么可以把所缘当作中的名字呢? 对不对 对不对 为是才有他主张的见跟 跟子官的修法呀 对不对 好 这个才是整个问题 那回头过来谈于些事 那是 妙见长老 开宗明义就讲 于些事是禅师 禅师就是佛成佛的因地法型 修禅 而禅就是只观二道 所以这件事情是没有中派之分的 佛一开始就交 他的五个弟子 修四地献观 而正四地就是成就解脱的一秤道 这在杂罕今亲自讲 可是一秤道这个名字 又有小秤的专 专门的坚持 又有大秤自以为是的坚持 各自就认为只有一秤 大秤认为只有大秤才是那一秤 主张扎阿涵或者是南传修行的人 也就认为他就拿着佛说 阿涵今世一秤道 彼此就互相争议 而这种争论 让佛法衰败到现在 至少不是现在 现在已经还好了 至少衰败到妙见长老 出来大声疾呼的时候 其实在他之前 还有应孙长老 还有太虚法师等等这些人 都出来想要做佛教的改革 尤其是民国初年 清末民国初年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牵涉到 汉传佛教衰败的缘起 所以如果不能把禅宗的学习 止观二道的学习 这个传承给恢复 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我这辈子是很难和睦的 不是中派有错 现在汉传佛教被藏传 被南传 疾风成什么 没有修行的方法 汉传具足有一切传承 非常圆满的经典的传承 可是这些传承就变成文艺的探讨 都变成在查字典 谈法相名词的解释定义 然后都说 哎呀修缠太难 我们呢怎么样呢 这个读读这些经论 学习这些法义 然后念佛就好 我经常批评这件事情 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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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乱 第一种 把止观 就是经论止观的传承 断了传承 把止观的学习 变成只有法义名相的追求 然后呢又说 这种脑袋挂的事情 我们不要管 念佛就好 又把念佛打成一个 买保险 然后呢 底部 做确保 的一种 不得不寻找解脱的一种 代偿的选项 念佛是高尚的法门 念佛的高尚 他跟成佛没有两样的 他是把自信的佛 自 本有的法耳的佛性 发挥到极致的一种法门 却变成只是做底部确保 我不想轮回世间的一种 确保的一种选项 整个汉传佛教 就变成没有文师佛法 而只是迷信的念佛 没有文师佛法 只是在那边掺话头 掺公案 我当时听庙老最多的批判 就是这个事情 请注意 并不是净土宗的错 并不是祖之禪的错 庙老从来没有批判过这两种 而是告诉你 所有这两种 都来自于佛亲口的传承 因此才有后来汉传佛教 后来因为这两种 不太依赖经论的文具意 所以才留下来 当经论的文具被消灭了以后 只剩这两种不依赖 经论文具的宗派被留存下来 但是汉传佛教并不是只有这两种而已 文师修入三末地的这个画 还保留在很多经典里面 汉传佛教最流行的嫩年经 里面就是有这句话不是吗 那有这句话是佛亲口说的 那为什么大家不照的做呢 真正把文师修入三末地 整个道士地讲完整的 不是在余切斯蒂论里面的十七地吗 你知道这个传承有多么重要吗 没有了文师或者是混乱文师 只管信 那个信被讲成了迷信 你只要信我就好了 那问题是那个被信的人 是正信者吗 是正见的善知识吗 你能够判断吗 连佛在世的时候 他就亲口跟他的弟子讲 不会因为我是你的老师 所以你就信我 你听我所讲的东西 到底跟你的烦恼解脱 有没有真正的关系 你能不能用理性 来看待我讲给你的道理 你有没有理性跟感性的自证量 来判断我所交给你的方法 你有没有用你的自证量 去用你所正到的一种果报的功德 来判断我所跟你讲的方法 是不是跟解脱有关系 是不是圣人该有的功德 还有他的弟子亲自用他的自证量 也就是实验 自身实验的结果 来验证老师所教的东西 这才叫正信 一个善知识能够用这种方法 考验自己所讲的东西 是佛的传承 这样的信 才是信静念丁会五种上根的信 不是迷信 不是谁讲的我都信 佛法的信 奠基于理性 奠基于实验 奠基于亲身在五蕴身心上 现前当下的实验跟受用 所以不是把佛变成天高地远 一个理想境界 一个达不成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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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功德 号称五子进的学佛 其实根本哪在学佛呢 整个佛教变成只有仁天秤而已啊 仁天秤也不是错 仁天秤是追求增上身 能够把佛法的功德 因为有了仁天的福德的协助 而能够走得更远 挂得更深 所以五秤本来就是用仁天秤的福德 去辅佐三秤菩提道解脱的功德 福跟慧本来就是同时运转的事情 却变成打成了我们现在衰败的佛教 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论这个字 我们都听过有三藏十二部经 那十二部不是十二本经 是十二种佛讲经说法的一种内容的格式 可是在法华经的传承当中 它就没有这么多的格式 它只有三藏九部经 所以你们自己去查 到底三藏九部跟三藏十二部 到底是插哪三部 但是其中有一种文体 就是佛讲经的文体 就叫做论 什么叫做论 这种讲经的文体 请注意喔 我们都讲经律论 对不对 可是佛说的只有什么 佛说的只有经 佛的语言被截集 佛的法会 佛亲口所说的法会 只被截集成名字为经 所以凡是冠上经的 就是佛亲口所说的 或者是佛在现场 他或许不说话 都是底下的菩萨 或者圣文弟子在那边会谈 他把佛亲自在场乃至亲口所说的法会 音声文字以及当时的缘起 结集叙述下来的那个文体 统说就叫做经账 而经账有九种内容的格式 因为后来的佛学家就分成有九种 或后来就在繁化成变成十二种 各位自己去查 可是其中论这个形式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几乎每次的法会 除了佛从头到尾 自说 没有人问佛自说的经 比如说佛说阿弥陀经 除了这种很特别缘起的经之外 几乎所有的经 都是有提问的人 有当机众 还有一些甚至外道乃至于天人 有七种弟子聚会在一处 他们的提问 他们的发言 甚至他们的发表演说分享 几乎都被记载在经的缘起里面 所以几乎除了少数佛自说的缘起之外 每一部经不管他是用什么格式在进行 都是有最多有七种弟子 互相论述的方式 彼此提问有人回答 那么佛也并不是通通在做负责回答的这个工作 也不是无问自说 都是在问答的过程当中 有人分享有人叙述有人质疑 有人同意有人反对 乃至于连外道的提问跟外道的主张跟分享 也都被记载在经论里面 佛经是这样宽大的 让佛法的结集让佛法的聚会讨论 是一个可以公开问答的一个模式 可是我们当代的佛教有一派人 重经重律 因为律也是佛所制 有人连律都不重视 只重视佛的语言 就是经 这些都是很奇怪的观念 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去参访一个禅师 禅师 那禅师知道我是弘扬余歇斯底论的 就跟他的弟子讲 这个人是学论的 他是论师 我们不跟论师讨论 一论解经哪里错的呢 我们学论的人难道不学经吗 学经的人难道 他们在用他的白话文在解释经的时候 不是自己在解经吗 你以为我们当代人在解经就比较高贵 密那菩萨在解经 就是学论的人 就是低下一层的人 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逻辑对不对啊 乃至于这些大德菩萨所造的论 你不重视 却重视现代人自己的注解书 当代人的注解乃至于白话的说明 难道会比米那菩萨的论更高贵吗 我不是在比较高低 我只是在问那些歧视论论书的人 你们根据何在 学论就比较低等 乃至于有很多学经部的人 就是只学经的人 对那些阿比达摩的论识 极端的批判 说这些人都在做分别 对 他们是在分别 可是你在解经的时候 难道不在分别吗 你不透过分别 难道能够理解经的意思吗 你这种逻辑 都在自占毁他 你知道吗 为什么余切斯特论里面的菩萨界 把自占毁他变成第一 第一个界 就是因为密那菩萨看到了 佛灭后 弟子的分裂 都来自于一个 贪 撑 乃至于于吃为根本 自占毁他这个行为 所以我看到的余切斯特论四个根本中间 自占毁他 为什么被摆了一个 而且是第一个 还有你称不设毁 或者呢 你吝啬去跟别人分享 你所知道的东西 都被列为四大众界的 为什么那四个界 各位去看到我 看了我就掉泪 因为我是很喜欢去读佛教史的人 我看过太多佛教的因缘 真的我佩服密勒菩萨那四个重金 设的实在是非常精准 因为就是问题所在 我们现在在读的入所之下 谈武士不具足 我一看到武士不具足 我一样掉泪 因为我看到现代佛教的问题 就是那武士不具足所造成的 你以为只是文字上读过去就算了吗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被邀请到基金会来 上了三楼的讲堂 开一讲 为是善事送 我还坚持 不坐在法堂上 要在台下 立两个白板 然后还要放偷影片 然后被大家 在那边评论 这个老师怎么 油头粉面的 还穿吊嘎 吊嘎台语的意思就是吊带裤 我不是在 在对抗佛教的这种形式主义 我只是在讲 一个主张 对自我执跟法执 亲近烦恼战跟所执上的一个 一个 被称为佛法这么尊贵的学习 却存在有一堆 把我执跟法执表现在身与意义上的人 没有办法用佛法的精神在学佛 却用自以为是跟自作多情在那边学佛 把佛法搞成一个非常窄化的宗教 因此佛法没落 佛法本来没有宗教的媳妇 他要行于全世界所有根器的众生 没有民族 没有信仰的差别 没有种族 没有国家 没有任何国界 没有乃至于没有根性智慧的差别高低 没有 所有你只要意愿上 愿开发你的决心的人 都可以来学习佛法 佛法不应该被载化在只有佛教的团体里面学习 当我在18岁认识佛法的时候 我就看到这个事实 因此我就特意独行 你知道我的道场都在哪里吗 都在基督教的教会 都在天主教的教堂里面 我不是跟他们做法医辩论 我是带着他们来学习佛法的经论 我发现那些 基督教、天主教的人 乃至于有很多摩门教的人 乃至于我在马来西亚出差的时候 还有很多伊斯兰教的人 让他们能够听到一个人 愿意用他们了解的方式 在跟他们讲解佛法法医的时候 他们高兴 他们原来说 哦 原来佛法是这样啊 不是有没有神的问题 不是有几个神的问题 佛法原来就是一个开发决心的道理跟方法啊 所以你们知道吗 妙见长老 为什么把佛学院改成禅学院 因为他只是教二道直观的方法的一个地方啊 而这个方法就是导致于你完整的觉醒 完整的觉醒 那个人被称为佛 不过只是那个人的身心状态 不是一个尊贵的头衔 我们尊重一个觉醒到那样极致的人 他能够表现出十种功德 十八种不共法的那种功德 在关爱众生的 生命需求 觉醒的需要 回到这些根本的佛陀的关怀 因此妙见长老 提出了 余协师的论的学习 强调余协师叫禅师 禅师就是佛 成佛的因地法型二道直观的名称 学习他的道理跟方法 就是成佛的道理跟方法 那再进一步跟各位谈的事情是 他用什么方法学习呢 他用论的方法学习 就是用问答的方法学习 也就是说 佛法的学习不是一言堂 不是一个自称开悟的人坐在那里 你们所有人都听我讲 只有我的语言才是对的 你们都是胡说八道 可是问题是 这些弟子如果不说 在上位的人 如果无常了呢 佛也事先捏盘啊 他本来还可以活到一百岁 舍受二十岁给他的弟子 八十岁视线灭度 为什么 他让弟子知道无常 无常不是表现在自己的神通功德上 我可以不死 我可以永远当你们的 呃 什么叫 就是偶像 你们只要信我一个人就好了 佛一向不主张这个东西 每一个人都要成佛的 明白吗 怎么样能够成佛 学习十七地 从坑坑巴巴的分享自己 不入流的知见 到被人批评 互相问答互相执难 用这样的方式 学习彼此当增上缘 共同以开悟为目标 开弦智慧 只是把自己的知见 变成到你的身与意的功德上而已 不是要变成一个被别人尊重的人而已 你得到别人的尊重是为什么 是因为你对别人真的有益处 不是吗 而那样的人真的稀罕别人给他的尊重吗 他不在意这些事情 他一向以无所得修炼他的心 各自修各自成就 这些这么多宝贵的功德 却被载化成一个名字为宗教的东西 我不是歧视宗教不好 宗教有他安慰人心的好处 可是佛法是一个教育 佛法是一个决心的教育 他是一个生生世世 你引领众生透过这十七地的课题 学习完全的觉悟 而觉悟就是一个以利他为前提 同时也达到自利的 而那个利益来自于完全的觉醒 无私的以无我的功德 投入到这个群体里面 共同学习 所以我的好朋友 宋慧石宋老师 他提出了三好 共读 共话 共好 最后我就以这三个好 跟各位来一起共联 为什么我要以博雅教育 法云学院 余切习母和子官 这三个话题介入到这一百次以后 我们余切子官禅修的这个课堂 就让各位知道 只有你们每个人发愿当自己内心学校的校长 然后开始往外做推广博雅教育 博雅教育就是通识教育 不管你是哪一个专科 你都必须在生活上有所觉悟 别开你的生活专业工作专长之外的通识学习 都叫做博雅教育 佛法是一个全民的教育 是一个全民的学习的课题 每一个人都需要觉醒 觉醒的道理跟方法 难道有谁不需要吗 而觉醒还有大小之分吗 还有中派的分别吗 所有能够让每一个不同的众生 能够比他的当下现前还要更觉悟一点点 任何方法都好 所有这些觉悟的道理跟方法合起来 彼此是没有冲突的 因为目标是一致的嘛 对不对 而随着各自的文化因缘 生活条件 每一个人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 当下生活的有利条件 对不对 尊重多元文化 尊重多元共生 不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信念吗 这跟政治何关呢 这跟民主什么关系呢 这跟你是什么种姓有什么关系呢 这跟你是什么工作行业职业的人有什么关系呢 这跟你聪明才智的大小高低有什么关系呢 你是什么样子的生命条件 你就做什么样子的生活嘛 不是吗 佛书的平等平等 无恶的知见 那个正量是多么庄严的境界 各位去体会一下 你会感动到像我一样流泪的 为了这个目的 所以你生生世世学佛 正确的认识佛法 正确的认识 佛在世的时候 他就是以这种问答的方式在进行的 不要藐视论 论 论不过就是跟经一样不同的绝集 只是佛弟子的讨论被解析成论 佛在场的讨论被解析成经 佛为了解决生传的问题因此解析成律 所有的解析都是因为看到问题解决问题 把这个解决问题的过程记载下来的 为了不同的三个目的 因此有了经律论三藏 而这三藏的经律论 开出了九种或十二种问题 而论是其中最根本的问题 也就是你必须平等尊重每一个人的发言 每个人学习都必须要从自己的口说他的心 让别人来质疑 被大家获得共识之后 同等的尊重 不因为你是佛说 不因为你是弟子说 不因为你是外道天人说 哪怕你是一个八岁小龙女所视线的东西 都被法华经尊称为 这么年轻就可以视线成佛 今天我就借这个姻缘 在我其实身体很不舒服的情况底下 还这么诚实慷慨 让各位深刻的体会一下 好 以上 我们就先下课 我们今天在课程开始的时候 有跟各位报告 未来的课程有一些调整 就是我们会分成三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是内地学长的心得分享报告 第二个元素就是针对第三本禅修手册的学习 第一我们会有提问 这个提问是互动性的 还有第三本禅修手册的导读的部分 所以这三个部分 是我们主要的元素 我再重复一次 第一个是内地学长的心得分享 第二第三是根据第三本禅修手册互动式的提问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导读 那大家就会问 原本的伯雅教育五成五 那我们在周二在谈论的时候 有个思考过程 这个历程是说 我们事实上是希望集中精力 练习这样子的互动式的这个提问 然后还有把伯雅教育五成五 这个课程的精神转型 融入到我们第三本禅修手册的学习 那我觉得我们这样子会更直接一点 更集中精力一点 那这一方面呢 惠里学长我觉得在周二的表达是说的特别好 我觉得惠里学长你们要针对这一个 转型融入第三本禅修手册 就是伯雅教育五成五这边 要不要跟我们再多说一点 惠里学长 我不晓得说这个部分要我来报告 但是因为 要开一下影像 我们知道我们 好 有听到吗 有啊 有啊 你的影像 好 老师 老师 及各位学长 大家吉祥 阿弥陀佛 我长话短说 嗯 我们是因为 觉得 于且十七地呢 于且十地论呢 这个部分十七地呢 就是 像刚刚老师说的 它是 我们要 学习的一个 每个阶段 就是我们的一个主题 还有一个课业 还有 是我们的那个进度 是我们要学习的 每个阶段 那 伯雅教育五成五呢 其实它 讲到 很重要就是那个 我们的那个生命 生活的形态 那那个形态呢 它就是 我们说的 就是无散法 还有要博学 博学 五分 那 那个我们说 还有雅见 就是我们身体的雅见 还有调 身心的一个调试 等等 这些 那这些其实跟 十七地 就是 一切四地论 十七地呢 它是相结合的 所以当初我们 在 礼拜二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觉得 它是不 是相互融入的 它是不会有 互相 排斥的 所以我们 希望能够 借我们这样的一个学区 学习呢 把这个五乘五呢 能够 我觉得小云学长 他用了 这一个 因为我在礼拜二的时候 在 在 在表示我的意见的时候 我其实很难表达 但是 小云学长 就四句话 四个字就 就把它解决了 就是转型 内化 然后转型 内化 那跟 我们的余且 十地 十地论的十七地 互相融合 那以上是 我的报告 阿威陀佛 阿威陀佛 好 那我们现在就 那个 进入我们的新的主题 进入新的主题 各位你可以看到 那个 明镇学长 这样子字 还可以吧 可以 可以 OK 我们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进入有四题 然后 能入的人 然后我们现在 簇 我们先 大略的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簇 第一步 就是说 即与彼 有见 是法 是一言 就是前面的 如理作与 是法是一 是所取是而生的 有见一言 这时候 你这个有见一言 是要大成 法相等 要升起 就是我们 我们学的多文 兴起的这些法相 都要升起 比如说 你这时候 士行士官就要起来 后面会学 你的多文 一切法 唯有士性 一切法 唯有士性 就是唯士官 那个有 这个升起的大致法 他升起有四种程度 第一个是 圣解行地 第二个是见到 修到 就近到 那 当然后面 讲的圣解行地 包括两个 资量位跟家禽位 资量位 家禽位 那 我昨天 看到一切法 唯有士性 我特别 有fu 因为我还记得大家 我们好像有导读过 所知一 跟所知相 那个 我要记得 成为士 性 其中 那个 广义他的 那个科里面 就是 所知相 广义他的 那个科里面 有一个 成为士性 成为士性 有三项 那我这样 那个 那个 有三项 那不知道 有谁记得 那个 惠林学长你还记得吗 惠林学长 你说 是 成为士性 有 三项 成为 就是 我们在介绍所知相的时候 就是 我们说为士性 不是就二曲嘛 那就是成为士性 不是有 幾个字 一个字 两个字 三个字 四个字 五个字 就解决了 欸 一个字 两个字 三个字 对啦 还记得吗 不记得 五个字 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 第一个字跟 为士的为一样 那你觉得第二个字是什么 第二个字是为士 士的士 前两个字是为跟士 第三个字是什么 来 继续 哎呀 对 美慧 对不对 唯士二种种嘛 对 你看 一切法 唯有士性 完全就可以跟士体相应 唯士就是 唯士都是多问熏熏 熏熏跟原生 对不对 然后有 相见恶性 那 士生时候的 士体生 生灭 它就会有 顿线相见恶性 我昨天再去翻那个 摄大成论再去翻 看 看了那个解释 就是 它有相见恶分嘛 你升起的时候 就会有相见恶分 顿身相见恶分 对不对 顿身相见恶分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有种种形象 的有见一眼 的显现 影像显现 这个 这个 唯士性就是 后来老师 后面讲就简化 它就是恶曲 就是恶曲 就是恶曲 我们知道 知道一整个唯士的运作 就是恶曲 这就好办了 那么 因为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会执 遍迹所执 性执 我们就执了以后 就会一直在那边 编剧 在地本残求手证里面 老师常常讲 就是我们自己在那编剧 好 好 那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理解 一切法 唯有侍性 就是有见一眼 我们对一整现象的认识 所以对于一切法的认识的 有见一眼的显现 是我有侍性 那个侍性的一整个理路 就是多问讯息所依 当然有本来就有阿赖夜市 我们我们我们这里就是 这个事体的事实上是转移 我们转移应该要怎么做 我们能够完全了解 唯是二种种的 这一整个 这一整个 事的 成为是姓的 他等于说是 事是怎么生灭相续的 就是见相二分的生灭相续过程 那这是广义他的部分 那变成广遍纪的部分 就要原名为敬 那个就是另外一件事情 在第二个单元 慢慢会跟各位导入 OK 好 我们再到22月 好 那我们现在就 就进入这个 处 就是我们 我们刚刚已经有 有跟各位讲过 何处能入 就是 这个 这个 事法事宜有建议言 这个部分 我们会申请大乘法相 而不是八分别生三世 会对峙它 然后我们这里有不同的程度 有圣解行地 建道修道跟究竟道 于一切法 唯有侍性 到什么程度 随闻圣解 就是我们一直讲圣解 圣解是有两个部分 那个我们学的就是 资粮 资粮位 跟家庭位 那 如理通达 就是建道 这里有建道 然后修道位 是至一切障 我们这时候至二障 所至障 跟烦恼障 然后还有最后究竟道是离一切障 在这个部分老师讲五道 五道就是五位修行的那个五位 就是问何处能入 就是我们底下就讲五道十地 成为之论解生秘经就讲五道 这个五道就是家行道 我们刚刚已经有讲过了 就是圣解 那个圣解行地 圣解行地就是 资粮道跟家行道 资粮道跟家行道差在哪里 后面下面有讲 我们先保持一下移行 差在哪里 那五道设十地就是建道以后的 设十地是哪个十地呢 就是 就是我们讲的 意思是出地是建道 然后到最后究竟到 十地 那个出地是十姓满星 十姓满星又设出柱 你看看 十姓 十柱 十行 十会像 那一整个然后就跨到 就是全部都会设 归设到出地 这些圣满了才会到出地 然后只有十地才是真正的道 这就是我们一定要见到 一定要有无分别致的 那样修道才是真的 真的在修行 是真修 而不是我们现在都在原修 那这些 什么就是实姓实柱 实行实回向 这些都是方便 那这些方便就是文师修入三摩地的方便 就是唯一是一秤叫建道 我们大家都要见到 老师刚刚也讲的 不管是哪一秤 我们就是基秤 就是要文师修入三摩地 入无分别致 那入地以后 就要依照自己的种性 会有三秤的差别 比如说一般我们修行来讲 我们在讲说 我们到底是菩萨道还是声文 还是独厥呢 我们自己要去想一想 我们自己去想一想 就是我想说 如果我们都很 做事都很鸡婆 就是说是急功好义 像那一种 那大概就是可能 也许会偏菩萨道 那在这个部分 比如说我觉得是贤好学长 应该是属于菩萨道 还有那个贤英学长 就是属于菩萨道 因为一直都想帮别人 五道色归四地 就刚刚讲的 这是圣解形地 就是包括赤梁道 加行道的部分 那在这边的圣解形地 它是 就是包括赤梁道跟加行道 请问它的差别在哪里 比如说我们现在入加行位 就是 是因为我们学了第三本 第二本彩修手冊以后 我们才来讲第三本彩修手冊 入加行会 第一个就是你要有定 就是如果我们住根本地 你所缺 修学的六度就是加行道 我们要有定 这个是很好识别的 所以为什么老师在安排的时候 就是我们一定要先学习第二本彩修手冊 圣解形地 他从名字就知道在干什么 就是一看就明白 一明白就知道怎么做了 就是一定要到达 决定圣解就是私所承治 那因为你有私所承治 那当然要以文所成会为主 各位还记不记得是修所成帝里面的 修姻缘的部分 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我们有十法转 以念盘为上手有十法转 那在这个部分就是文所 第一个人要文所成会 然后私所成会 圣解 然后再来入修三摩地 然后修所成治 修所成治 那我们就是要正 事实上上次我还记得那时候 有问老师 入修所成治 大概我们就是相当于 我们就入加行会了 然后获得二道情境 那哪两道 七月哪两道 二道情境是哪两道 后面有写啊 事件到一切种情境 出世皆一切种情境 事件到一切种情境就是禅定啊 对不对 你一定要有定 但是这个定是有定心中会的 出世间一切种情境就是怎么样 至少我们要入地县观 至少我们要入地县观 不好意思 不知道怎么搞的 你应该要训练一下 应该要调速度才这样 好 那这些呢 那就是就回到四处七枝 就是修所成地 老师在这里 就会跟四处七枝做对照相应 是一个蛮好复习的一个方式 一切法唯有事情 这里讲 五到十地所设的这四地 就是 它是指缘一个法义 什么法义 一切法唯有事情 一切法唯有事情 那么我们知道是为师二种种之后呢 比如说我们在入所自相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误入 一切法唯有事情怎么误入 第一个是要入便即所值 要入一他 要入原诚实 你有二取空的智慧 最后离言之正 处无所得 然后就可以陷见清净的一他起 好 这样 齐悦这样ok啊 我看你都没笑 都皱眉头 这样ok 那我们来看 这一切法唯有事情 这个部分 离不开什么 因为中间讲到其他的 我就跳过 跟我们本文有关系的就是 离开 就是离不开两件事情 哪两件事情 就是因缘有 显现自信公 显空 那我觉得就是我们观察因缘是有的 显 反显 反显自信是空的 没有不便意的自信 那是怎么去显呢 那当然 你没有定怎么显呢 就是一定要透过子官的量去震 就是入家行为 你没有定就很难很难震 就显性空 显现就是要显空 显现性空就要显空 那 那这个 比如说老师这边有讲的 法尔空的性空 所以说这只是 这就只是 语言模式的问题 那比如说老师讲的 这边讲的就是说 就是看我们有没有原子观的法医 我们应该我们要修行 意思是说 我们应该要借由修行 来去显现那个自信空才对 就反显自信空才对 这才是可行之道 那怎么修呢 你看一切唯有是性 就是等于说我们怎么修呢 我们就是要 做四件事情 那四件事情 后面有讲 就是说 原法意境 就是 是法是意 有见一眼 而且要如理作义 如理作义 怎么才能如理作义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连串了 我们就知道倒退回去 好 那如果我们要有 是法是意 有见一眼的能力 那我们就要有如理作义 去 对质不如理作义 那 怎么样才能够有这种力量 是因为我们经常多文勋训 那多文勋训 就是一定要顾失业 要硕硕串习 还有猛利益乐 对不对 不能硬干 不是自己 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们硬干 这样子不长久 原法意境 就是 法意境把它原念在心 变成是法是意的有见一眼 即变成所观境的 是所取是的有见一眼 这就是什么 就是见分跟相分 对吧 我们的前面不是 你记得就是 就是 是法是意而生 是所取是 有见一眼 对不对 也见分跟相分 就是 就是那两分 这样 各位可以看到 然后原法意境 法意境 第二个原法意境干什么 就是修学 二道指观 那个二道 齐悦现在二道 现在也清楚是什么了 事件道 对 对 出事件 出事件 然后 透过两种心加行 那就是 无间加行 英重加行 你看就是第三 第四 第三跟第四 第四 就不放 不放异就是 无间 各位记得修所 成帝里面 我刚才讲的修所 成治 那就是 无间英重的 这个部分 你要加一下无间 英重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说说串行 一直要做 一直要做 说把你的文会 变成 思所成治 就是成决定意 就是要圣洁 一定要圣洁 然后变成修所成治 无间英重加行 要现正 而后见到 而后修到 这都讲得很快 不过我们现在 还是要谈前面 要怎么样把文会 变成思所成治 这个就很重要了 这个就很重要了 然后我们在修安般念 有定 然后再去 能够去做 修所成治 无间英重的加行 去圣法义禁 是法事有见义言 子官要恒常 子官怎么恒常 叫无间英重 在这加行 第一个老师在讲 接下来是讲 世帝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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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它的区别 大概差异性在哪里 第一个就是 圣洁行李 原一切法 唯有事性 这个道理 随文圣洁 文是什么意思 就是见文觉知 就是六根门头的见文觉知 跟对近世身的 座义 起世身的这个过程 然后你能够 你看老师 你可以看 我觉得下面你可以看到 你圆境 你看 世心怎么分别 就是名色 你第一个 你要有名色分别字 对不对 什么案例 然后怎么样起便际值 这是你看得到就是入 就是入 这是解悟 入便际所执性 然后你就知道是便际本空 空无自信 因为它只是名言性 其实说是一他起的那个像早就刹那灭了 早就刹那灭了 早就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 然后呢 再来就误入二空 事实上你还要误入一他起 误入一他起 误入一他起就是要关为事恶种种 从为事恶种种里面关 然后呢 再误入便际所知 就是二空真无 到二空真无 那那个这时候呢 有这个理再去误入清净的一他起 那这时候就会漸漸误入中道实相 那也就是得去证得五分别字 第二个地位 就是如理通达 如理通达就是见到 那就是我们获得五分别字 那这个就很简单 但是我们绝对都没有到 反而道理是很简单的 是可能要经过前面 我们现在大概都是在随魂圣洁 这个要去努力 要去努力 从治良位变成家行位 然后修道呢 修道呢 因为我们有五分别字 五分别字起后的字 起后的字 这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制一切障 那一切障可以分成两类 哪两类 齐悦哪两类 哎呀 我觉得我好高兴 就是烦恼帐跟所至上 要用 政见 去扶住烦恼帐 要忍了不要急求入涅槃 这点上个心形像老师学习 我们觉得我们以前可能都有点 胡伦吞长 急求入涅槃 那个要压住一下 那个要压住一下 但是我们要去清净我们的所至障 清净扩大我们的所缘 然后清净所至障 这个部分的叙述 在第二单元 我跟你保证 老师有一个很详细的很详尽的很简短的说明 我先卖个关子保持疑情 到后面再跟各位讲 真的有够到位 然后呢 第四个呢 这当然就功德圆满 那实力满心 用金刚预定 以般若会顿断烦恼帐的种子 我只能念 因为大概知道那个意思 这是我们的目标 就是在究竟 就是所有的障 都要离一切障 获得大圆精致 这个有这个好问题 那为什么要清净所至障 为什么要清净所至障 它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一方面是烦恼障的后有的习气所依 事实上 烦恼障是溢于所至障的 你没有所 你那个干掉烦恼障 干掉所至障 断掉所至障 事实上就没有烦恼障 事实上根源 那第二个是 那当然 第二个是获得四出世间 一切分别慧所依的智慧 就是你知道 你所知无碍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比如说 如果说我们的理解直到天眼 那我们就没有慧眼 那没有乏眼 所以一个一个程度的扩展 一个一个程度的扩展 那这样子 清净所至障 我们要花多久时间 清净所至障 我们要花多久时间 花多久时间 花多久时间 花十地 花就很多时间 就是真的十地 三大阿僧集结 就真的是很多时间 但是 我本来是要讲三大阿僧集结 可是看到这里十地 就是十地 一样的意思 好 了解 用政见扶助烦恼不起现行 但不断 这个就很累 就是你一断就是恕求波涅槃 你就是 如果 这也是对的 如果你真的断掉的话 就是恕波涅槃 如果你真的断掉的话 就是恕波涅槃 所以我们大神说是 学而不正 忍而不断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主要对付是所知障 所知障断了 烦恼障 所有的障 烦恼障都断断了 老师就有一个比喻 我觉得这个比喻也非常好 他说比喻就是 我们吃饭 就是 食就一拨饭 那吃饭我们就知道有过犯了 吃太少太多都不行 这个我们都 我们都很有经验 尤其我是肠胃不好 特别有 特别有经验 所以那时候真的很后悔 那时候尤其是 九年待在内地工作 大鱼大肉 的后势力 我那时候出差都是三分之二不在派驻地 我那时候派驻地是在北京或在上海 就是大概二分之一三分之二都不在 不在在哪里呢 到驻地都有经销商 经销商每天都是 都好久不见 因为你每个月你要去很多地方 你要去上海 成都 重庆 你还要去西安 你还要去长春 沈阳 南方还没算 長沙 深圳 广州 随便你数一下 你要跑一圈要多久 每一次去都好 好久不见 那他一定热情招待 他每次就是要吃饭 都是从七点至少吃到九点 都是大 他一定是点最好的 很累 就是 没有办法 就是 就是真的 真的我现在常会跟那个 一家校长还有七月校长 常会不太一样 我自己要小心一点 所以这个 所以绝对不能为了 就是说 我们要维持 我们要维持这个修道的生命 可是不是为了 贪 贪这个胃去吃 不是喜欢说 今天这个冰淇淋很好吃 我那时候到欧洲去玩 看到那个 吃冰淇淋 我觉得很好吃 连续吃两天胃就出问题 就不冰的嘛 所以真的不能贪吃 所以要用那个 观察过失的心去用那个餐 观察用 就是说 就是说你真的要 事实上就是要恰当了 那后面就讲了 你隐私要有正确的知识 那事实上正确的知识是什么 它是要维持你生命的基本的运作 就好了嘛 对不对 就是它是一种基本条件 不是满足你欲望就是你贪吃啊 我还记得以前我小时候 我就觉得说 他说你小云啊你是好吃还是好吃啊 你这个东西是好吃还是你是好吃啊 我觉得那个是用的字蛮好的 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大部分都是好吃啦 那小朋友 就是说你真的都不知道 说怎么样吃才恰当 然后它是一种中道的智慧 你解决它的问题但不知道问题 你不要吃出问题来啊 比如说拉肚子啊腹脏啊 你就没有办法修行啊 所以身心不被饮食困扰 但是是用最低的条件修犯恨 修犯恨 犯恨是什么 就是清淨型嘛 就是我们要修无贪无吃的清淨型 所以佛法就是很科学的 我们就是要用中道的这个智慧去使用它 然后呢去怎么样去断所知诈 离我们的所知障 然后你离一分所知障 离一分障碍了 就是离藏显真 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离藏显真 就这么简单 你离了藏 你越离藏越离 真就越显 真就越显 那这边又讲了 就是道果离藏之外 离藏 其实道果没有离藏之外别别去得的 这是两个是在一起的 就是离藏就是显真了 这个就是我们所理解的 你再度的再讲这件事情就是离一分障 离一分果实地也是这样 果不是离藏之外别别去得的 就是轻松自在 各位有没有觉得有时候 有时候你离藏以后就会很轻松自在 想通了就会轻松 对 我有时候我每次爬山的时候 我大概天天都会爬一个钟头的山 那也不算山啦 秋啦 就是一百米而已 我每次爬的时候 爬完之后都很轻松 都很轻松 流汗啊 或者那时候爬的时候都没有人 因为我是都是不是早上就下午都没有人 没有人又有树荫 几乎都没有什么人 他非常安静 非常安静的时候呢 就很适合动产 就是有时候就会去 那个叫做灵感 有时候自己会蹦出来一些东西 我就觉得好轻松 原来原来是这样的 那时候在思维了 本来在家里思维了半天都想不通了 到那边走一走就走通了 就是有时候会有这种 很轻松很自在的这种感觉 就是解脱 就是问题就解决嘛 我觉得老师讲的就很轻松嘛 就灭坛就问题解决 看你问题解决的程度到哪里啊 就是没有细腹很轻松的状态 但是这是果啦 但是我们要有那种浴血凤凰的那种状态 或是破茧而出的那个努力 要不然怎么会轻松 一定要破茧而出 真的要破茧而出才有力量 那时候我还记得最后讲一个小故事 就是说有人把那个茧 就是骨蝶的茧把它茧一个洞 够大的洞 它直接爬出来飞不起来 因为它一定要钻嘛 它钻了以后 它把身体所有的水分撑到翅膀 它才能够飞 你都不用钻 你就直接出来 就是笨笨的身体 那翅膀没有液体就死掉了 所以就是 就是老师讲的是没有轻松的状态 那是果 那是因地要修行 因地的修行是要很到位的才行 那所以老师说这个依着四种道地的工作 就是那四种位置 说有四处 它就是圆一个道理 圆什么一切法 唯有四性 从头到尾都是 就是四体 这全部都是四体 只是说你那个四体你有沒有转移 你转移的程度有多深 转移的程度有多深 你到了究竟一位就是巴士变四字了 对不对 就时间到了 谢谢 谢谢 大众请合展 请随我功称 普贤警仲记及回向记 世日已过 命意水简 如少水于 私有何乐 当情精进 如旧投篮 但念无常 圣物泛义 文书施力勇猛至 普贤会行义富然 我今回向诸善根 谁比一切禅修学 三世诸佛所称探 如是最圣诸大愿 我今回向诸善根 魏德普贤苏圣行 请翻转 阿弥陀佛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What's the music 和声监 step 喜好 踊换 谁比一切禅俎 转换 转换 小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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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别 小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